咱们聊聊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这位老哥可不简单啊,从一个小兵一步步走到皇帝的宝座,那过程简直跟坐过山车似的,刺激得很。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赵匡胤早年投奔了郭威,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跟着郭威南征北战积累了不少军功,后来郭威通过兵变成为了后洲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心想, 这兵变的路子可以啊,说不定我也可以试试。 果然,没过多久,赵匡胤就模仿郭威的模式。 发动了陈桥兵变,一举成为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这一下,他可真是春风得意啊,从一个小兵到皇帝,这人生跨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但是,赵匡胤坐上皇位后,心里也不是那么踏实,他知道自己是怎么上位的,也怕别人学他的样子再来一次,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那就是杯酒是兵权,他请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将们来喝酒,几杯酒下肚,大家聊得正欢呢,赵匡胤就开始诉苦。 各位兄弟啊,我这皇帝当得也不容易啊,晚上都睡不好觉,就怕有人学我的样子再来一次兵变。 武将们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皇帝是在敲打我们啊。 于是纷纷表示,要交出兵权,回家享福去,赵匡胤一听,心里乐开了花,这杯酒是兵权的策略真是高啊。 不过,赵匡胤虽然收拢了兵权,但还是有漏网之余,那就是他的弟弟赵匡胤,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匡胤在朝堂上安插了不少亲信,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赵匡胤虽然有所察觉, 但也没太当回事,毕竟是自己亲弟弟嘛。可是,赵匡胤没想到的是,自己晚年对皇位继承的考虑竟然成了他最大的软肋。 他原本想让自己的儿子继位,但赵匡胤在朝堂上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赵匡胤开始疏远赵匡胤,想削弱他的势力,但赵匡胤可不是吃素的,他暗中策划,最终发动了竹影俯升事件,成功夺得了皇位。 这一下,赵匡胤可算是栽了跟头,他原本想安排好一切,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继位,没想到却被亲弟弟给算计了,这其中的亲情与权力斗争,真是让人感慨不已啊。 赵匡胤继位后,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再遵循兄中弟级的传统,而是开始培养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 这样一来,赵匡胤一脉的皇位继承权就被彻底剥夺了,说到这,咱们得提一下赵匡胤一脉的子嗣问题,赵匡胤这一脉的子嗣并不算多,这也为后来的南宋皇位继承问题埋下了伏笔,南宋的皇帝们大多是赵匡胤的后代,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奇妙安排吧。 回顾这段历史,咱们不禁要感叹,亲情与权利,这两者之间的纠葛真是复杂呀。 赵匡胤和赵光义这对兄弟,原本是血浓于水,但最后却因为皇位之争而反目成仇,这其中的恩怨情仇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当然,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变数和未知,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也只是宋朝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 但这段插曲,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权力的残酷,咱们在感慨的同时,也要从中吸取教训,珍惜身边的亲情和友情,不要让权力蒙蔽了双眼。 最后,咱们得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在延续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警示和启示,咱们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被权力和欲望冲昏了头脑,要始终保持一颗善良和正直的心。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时,不妨多想想他们之间的亲情与权力斗争,想想这其中的教训和启示,这样,咱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也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和未来。 总之,赵匡胤的崛起与赵光义的逆袭,是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故事,咱们在感慨和反思的同时,也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奋斗。 毕竟,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咱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咱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勇往直前。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厚州政权,建立大宋王朝,都城定位河南开封,纵然开封历史悠久,交通方便,经济附属,可赵匡胤一直不满意这里,赵匡胤登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更是一位高瞻原主的政治家,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所以不满意开封。 后来,范仲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洛阳显故,变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变,既有是必居洛阳。 在平定南方诸国,及地方割据势力后,鉴于开封地区形势涣散,防围为难,难以进行有效的军事,赵匡胤考虑到了迁都,赵匡胤的想法是先迁都洛阳。 后迁都长安,吴宇西迁,据山河之盛,已去冗兵,循州汉故事,已安天下也。 开保九年三月,天下大定,赵匡胤西巡洛阳,洛阳是赵匡胤的出生地,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光,陪同皇帝西巡的还有一帮大臣,包括弟弟赵光义。 这次西巡并非游山玩水,赵匡胤下定了决心要迁都洛阳,宴会上,君臣共饮,气氛热烈。 突然,赵匡胤提出了迁都洛阳,大臣们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对,赵匡胤怒了,他如同一个孩子一样,拒绝东方开封, 所幸在洛阳住上了两个月。 无论是赵匡胤本人,还是大臣们,在两个月里都无比煎熬,从地理特点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而开封位于平原上,无险可守。 不过,洛阳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年年战乱,使得这里经济凋敝,已经不适合作为国都了。 客观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北宋定都开封是最佳选择,赵匡胤雄才大略,南征北战,使得战争一直远离开封,可北宋群臣们忽视了一个问题,赵匡胤驾崩了怎么办? 为了保证开封的安全,只能增加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增加禁军就意味着巨大的军费开支。 这让国家北上了沉重的包袱,正如此,赵匡胤才想到西迁洛阳,可他的远见没有得到群臣们的理解,双方僵持两个月后,赵匡胤已出手了,他用安天下者再得不再显劝说赵匡胤,迫使后者做出了选择,从洛阳回来后,赵匡胤仰天长叹,不出百年,天下名利单矣。 不到半年,赵匡胤驾崩,赵匡胤的预言在百年后得以验证,靖康二年,开封北京军攻陷,北宋宣告灭亡,如果当年群臣们听从了赵匡胤的迁都想法,会不会是另一番局面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赵匡胤并没有早早就投身军队,而是四处游历,直到后汉初年,他遇到了一个善于看向的老和尚,虽然当时赵匡胤在长期奔波中,已是风尘仆仆,蓬头垢面,但是这位老和尚一见到他就说点简做天子,已是定数,但赵匡胤却没有放在心上,他在老和尚遮住了一段日子,并听从了老和尚的劝导,决定北上参军, 临行前老和尚又送了他十六个字御郭乃安,利舟实险,两日崇光,囊木英衬,果然,一年后的前又元年赵匡胤投身后汉淑密使郭威仗下,之后又受到其养子,也就是后洲的开国皇帝柴荣的重用,一路青云直上,他因出众的军事能力,四处征伐战功赫赫,显得元年高平之战,他振臂高呼,鼓舞士气,细心谋划排兵布阵,最终大败北汉军队,并一举攻占其 都城太远,显得三年,面对南唐号称十五万的军队,镇定自若,最终策马直冲敌军阵营,乱军中只取敌将首级,仅仅一年后,又渡江直接攻破南唐军寨,逼得南唐不得不割地求和,他的统育能力可以说当是无双,而且文武双全,智谋方面也绝不是短板,为人也十分诚恳,有极高的人格魅力,所以最终经过一番审视多事,细致谋划,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成就一番帝王伟业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可能会有人不以为然,开国皇帝都很能打仗,不然江山哪来的,怎么就仅仅凭这些能断定赵匡印武功高强,确实,开国皇帝都是能打仗的,但是并不是每个能打仗的皇帝都有武学传世,赵匡印还有一套名为太祖长拳的拳法传世,太祖长拳,相传是赵匡印在军营中训练士族 而形成的一套成体系的拳法,并且这套拳法还综合了士族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拼杀的格斗经验,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三十二世长拳,后来赵光印登基不再亲自训练,但士族们觉得此拳珍贵非常,于是命名为为宋太祖三十二世长拳,不光是宋朝,这套拳法在明朝之时也是大放一彩, 明代著名抗窝将领七级光在其著作《绩效新书》写道,古今全家,宋太祖有三十二世,又有六不全,侯全,各是各异,而是大同小异,同样,明代的武术家成冲斗在其《少林棍法》产宗中也说,古人至义必利益,无人资性各有所长,岂可禁费,为扬家乡。 太祖长拳,乃武家不传,苟能习练精熟,得其心意,于可避肘器之矣,可见,太祖长拳确实是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到了现在,少林寺也对太祖长拳十分重视,公开承认太祖长拳是少林武功最大的别支,这是太祖长拳在中国武术界地位崇高的体现,据《少林拳谱》记载,大宋初年,少林寺住持扶居禅师,为振兴少林拳法, 曾邀请当时天下有名的十八家家武林高手,入寺相互切磋,太祖长拳便是其中之一,这次圣会结束后,扶居禅师便综合诸家的织长,汇编成今日我们看到的少林拳谱。 这也是少林拳法的起源,太祖长拳不仅仅是中国武术界六大名拳之一,七家拳,太极拳,红彤彤被禅拳等拳种都受到了他的影响,因此,太祖长拳又有百拳之母的称谓,今天除了少林, 还有很多武学世家仍然有着自己太祖长拳的传承,到了今天,武术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实战为主,更多是作为一门强身健体的艺术而存在,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一套太祖长拳是如何在战场中虎虎生风的,但这已经足以让我们了解到宋太祖赵匡印的武艺高强,亏见他传奇人生中的一绝。 请不吝点赵区